世界衛生大会登场 台湾依旧没获得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但是有许多友邦与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大会发言中接力挺台 不仅明确提到台湾 也重申应该接纳台湾参与WHA 以及WHO所有的会议跟活动 其中荷兰更是首次为台湾发声 强调支持对世界卫生贡献宝贵专业 所有各方有意义参与 不应遗漏任何人 卫福部长邱太元率领世卫行动团 到瑞士日内瓦争取加入WHA 会议来到了第二天 在外交方面 我国依旧被中方干预 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不过却有好多国家发声力挺 而这个欧洲国家更是首度发言挺台 荷兰代表在发言时表态 支持可以为世界卫生 贡献宝贵专业的所有人参与 而代表欧盟以及其他会员国的比利时 也表态世界卫生是全球人民共业 和人都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面对中方政治干扰 美国日本也相继发言挺台 表示我国在传染病控制方面 颇有建树台湾应该更广泛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我国友邦盛文森也以健康保险为例 强调台湾绝对有能力帮助各国促进世界卫生 国际好友们通通站出来 全力支持我国加入WHA 面对中方恶意干预 台湾也要再次向世界展现 恭维实力 台湾CanHelp 给三文成建国台北采访报道